根据韩国国防部官员说 有一艘朝鲜海军巡逻艇 今天上午向南越过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北方谢线 执行巡逻任务的韩方军舰发信号要求对方退回 并且还警告性的开了一炮 这个时候朝方巡逻艇非但没有后退 反而是回应了一炮 促使韩方再次开炮 朝方最终退回 韩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 炮弹全部都打入到了海中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双方的船只也没有受损 目前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与此事相关的报道